所以我們今天決定 我們是你們的救星 我們來教你們 有些好方法 或有些好物 可以幫助你照顧小孩更輕鬆啦 是 首先我們請朱鑫儀 幫我們介紹 來 歡迎你們 華香主任我們 來看看新手媽媽朱鑫儀 所帶來的育兒法寶吧 好 第一樣我們來介紹是這個 電動磨甲機 什麼意思 因為小朋友指甲是不是很難剪 很令人害怕 很難剪嗎 我跟你講 其實有 外面有市售那種 比較小規模的指甲刀 專門剪baby的 可是呢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幫我們家貓咪剪指甲的時候 他 因為他會 那我就覺得說 好可怕喔 他在生氣 我又不敢剪 可是 因為他指甲真的很長 一定要剪 不然抓 我們被抓都很痛 然後就硬剪下去 然後我就說 好啦 你不要 不要吵 不要吵 然後剪下去的時候呢 我說好 剪完了 剪完了 然後我被他抓了一道很痛 結果呢 後來 我老公說 幹嘛 你又這樣幹嘛 要惹他生氣 我說 不是啊 幫他剪直進來 看他還刮我 都流血好痛 結果後來呢 我轉身一走的時候 我老公說 哎唷 怎麼會有血在地上 我說 還不是你兒子 他剛剛抓我 抓了都流血 可是我心裡想說 不對 那個抓痕好像是那種 只有粉紅色的出來 怎麼會是有流血 我還想說 我還想說 你看啦 看我都流血 我想看地上 然後看一看自己 不對 好像不是我的 看 因為他那個竹籃上面的手 正在抖 然後血都一直滴 一直滴 一直滴 滴到滴上去 就滴了三四滴 然後我立刻就大哭衝去抱他 因為 我不知道 我把他剪流血了 這 太誇張了 我想要把他剪短一點 所以這個是你們家的貓 對 這是貓喔 這還是貓而已喔 那後來剪直腳 我其實有一點小音 你知道 小朋友的時候 他一直在晃 那他指甲有這麼小一個 你會 不知道說怎麼樣對準 而且很怕剪到他流血 那不能等他們睡著的時候 有 但是你知道嗎 他們睡著的時候 你把他手抓住 他還是會這樣動 他還是會動 因為他本能性的 不想被控制嘛 所以後來呢 我就上網找到了這個東西 抹甲機啊 對 小朋友的指甲其實很薄 你不一定要用剪的 他也可以變得很平滑 因為像我兒子最近啊 就是在保護我們家 然後被另外一個弟弟抓傷臉 就是因為他媽媽幫他剪的時候啊 我們指甲不是這樣 剪就是形狀尖尖 他上面剪一刀 旁邊剪兩刀 那是不是會有兩個尖角 對 結果他們玩的時候啊 就很容易就刮到 然後流血 到現在那個巴還沒有好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啊 應該是對 嗯 有小朋友的爸爸媽媽還蠻適用 而且你知道他很貼心哦 他上面這個頭是粉紅色對不對 對 然後呢 你看他這個一個盤子上面 他還有另外的三個顏色 就是 小孩 貓 狗 爸爸 喂 你說一個人一個可以認專屬的 還是說每個的戲 細粗程度不一樣 你要仔細看他 像這個粉紅色就是0到3個月 最baby最baby用的 分這麼細啊 對 然後那個藍色呢 就是3到6個月的小baby 然後 綠色是6到12個月 橘色是1歲以上的 所以你看他這個 他這個是最細的 那這個 他像沙子的那個 對 那個質地 越 你看這年紀越大就越粗 對 那等到你 你真的敢幫你的小朋友 而且他也不會反抗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剪架了 可是呢 那這個磨到 所以這個意思是不用剪刀剪嗎 直接磨 這不用 他就是直接用 直接用 可是你這樣磨磨磨磨磨到 肉還是會痛啊 我剛剛說你這個很神奇的地方就在於 他 碰到你的肉的時候 他會自動的停 而且他停的是慢慢停 因為他等於是受到阻礙了 你車子 你車子撞到東西 他是不是就會自己停 他也是同樣的道理 而且他也有兩段數 你可以先開慢的 那個自動什麼煞車系統 類似 他就是碰到阻礙 他不會讓你磨到小朋友的肉 然後流血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現場找個小朋友試試看 我們這邊就有個小朋友 讓你磨看看 可以嗎 欣欣 你們好用心 還真的準備一個小朋友 這真的是你小孩齁 好 欣欣 他怎麼大 我沒有在也是剪指甲的時候 遇到一些困人 我就是第一次幫他剪的時候 剪到他的 以為是 以為是他的指甲 結果是他的皮 就剪流血了 那很難過死了吧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說 可以送他去醫院嗎 我先生說 你會不會太誇張 寶貝 用一次吵架嗎 有好用的話 生了一天悶氣 那我們可以幫他磨嗎 媽媽一定很捨不得 那我們現在來給他磨磨看 因為他已經一歲了嘛 所以我把他換成橘色的頭 然後因為他有兩段數 所以媽媽呢 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一下子弄到 推到最高 你可以慢慢的 可能那聲音會嚇到 對對對 你可以慢慢的來試試看 磨磨磨磨 這個很好玩喔 磨磨磨磨 你看他的表情好安詳喔 嘩 嘩 嘩 好像不會痛喔 那感覺喔 嘩 嘩 嘩 再試一次好不好 一瘦瘦好不好 好 給你吃餅乾 一瘦瘦 你看 至少他是完全不會有痛的感覺 他只是覺得 完全不會痛啊 奇怪還是什麼啊 因為再怎麼樣 就算磨到他的肉 他也不會 他會停下來 對 也不會立刻 好奇怪的東西喔 而且他沒有什麼太大的聲響 對 他沒有聲音 因為一般大人的那個磨指甲 經常有異異的聲音 其實會嚇到小朋友 這是完全沒有聲音 他完全 就磨掉了 因為他本來指甲上面有一點掀起來的尖角 而且他完全沒有哭耶 太哭了 你好棒喔 就磨掉了慢慢磨就磨掉了耶 超方便的 你這個應該覺得很好用吧 因為你家好像也不好剪 等一下 等一下購買 因為我就把我兒子的剪流褲 真的 完全就磨掉啦 你看這個腳 你看 本來有這個小的 好小的指甲 而且 因為他一開始會覺得是什麼東西縮手 可是你後來看他很乖 他也沒有哭鬧 他就是很乖的讓你再慢慢磨 就是一直享受的感覺 第一次會縮手 因為有點害怕 可是後來發現根本也不痛 好像也沒怎麼樣 而且他也沒有鬧也沒有哭 這個不錯耶 超好用 超用的 超用的 好喔 好 各位 接下來是 欸 開心了齁 接下來就是大家估價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的愛買團呢 你們也擁有一個黑板可以估價 你們只要猜中 今天只要猜中這個的價錢 就可以把這個帶回家喔 這假的 好好喔 為了我小寶貝我一定要猜中 我先看一下我們這邊來賓的答案 請翻 799 1290 1298 超不高8元 尾如 你怎麼差1298的 因為我自己也買過大人的 大人的價錢大概是1000塊上下 可是小朋友的東西真的要做得比較稀 他價格也會比一般的還要高 對 愛買團你們的價錢是 欸 你們才差1塊耶 我覺得他就寫這麼地條一定是 好可怕喔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為什麼 因為這個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常常也把我兒子撿流血 我真的覺得這個太實用 然後 一般我們這種 就是有點像這種算是 呃 小小的東西 我覺得一定要1000塊以上 一定要 所以這是你們共同的答案嗎 對 我們討論出來的答案 好 小心哪點答案 差不多啦 1200 欸 欸 欸 我會猜喔 我會猜喔 我剛剛想說這東西應該8888 感覺立心猜得超低耶 799 欸 不一定我贏好不好 搞不好我們都爆啊 爆我們 各位 再接近也沒有 沒有人爆先告訴你們 蛤 所以是最接近底不要得價 有人可不可以一樣喔 沒有人爆那就是最高的 對啊 各位 接近這個常識用的運動摩甲機 要多少錢呢 媽媽幫小孩剪指甲的好物 到底多少錢呢 再接近也沒有 沒有人爆先告訴你們 蛤 所以是最接近底不要得價 有人可不可以一樣喔 沒有人爆那就是最高的 對啊 各位 3300喔 1399 哇 噓